哪个拳最知己难心 树米方池铺百丈株莲 这纹路字里行间都是故人中长 云影入波 五树影婆娑 这柳枝还一笔一画 写着散落在风里的老成往事 济南珍珠泉大院内 一一垂柳 镶嵌出一颗漂臂的纽扣 池边水泻 向泉上生出的一颗明珠 伏鸡为名 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千泉之中 吞露土珠的不在少数 为何它被赋予珍珠泉的名号 且看 这满池珍珠如绵绵细雨 轻盈明亮 这不正是诗人雷渊笔下 掘开清玉下 浑浑流珠鸡的盛景吗 鱼儿也在神游太虚 一切都是缓慢而沉静的 除非 河水做盼 一路北上 直入大明湖 连起了全城路的繁华和百花洲的静密 也扣起了济南 现代与古典的双金 明代 这里是济南最大的建筑群 德王府 碧瓦珠蒙 留丹错彩 此时的珍珠泉 是济南城名秀归奇的缩影 也是文人编共 闲来梦想 心如见 醉把丹青 守自图的乡愁 听代 这里是山东巡抚衙门 官话听风 日有万机 此时的珍珠泉 是一面观照民生国事的明镜 也是乾隆 我来植木春 农夫振心奢 看比蓬蓬者 心死涓涓如的快味 精灵静月 浮光掠影之间 你是否也看见了盛世中的济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